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么太平岛的码头整建 就扩大了整建 让比较大顿位的船只能够进去等等 今天启用 大家在看说蔡英文会不会去了 因为以前陈水扁 马英九都去了 他们去都是在快卸任的时候 蔡英文也快卸任了 而且花了这么多钱 17亿去整建 大家认为说蔡英文应该去 至少宣示主权 但是总统府说 今天的行程都已经排定了 被人家说你们都不去 总统府没有回应 总统府说行程如果排定 我们就会发布 但是没有排定 所以就没有要去太平岛 两个人陈水扁 马英九都去过 都去过太平岛 他现在就把这个岛 把他港口跑到延长一点 然后港口挖深一点等等 老共在那一带都是所谓填海造陆 然后把整个岛做大了 媒体就说蔡英文是中华民国总统 是不是 中华民国总统 太平岛是不是中华民国领土 那我们的总统去我们的领土 为什么这么困难 因为美国人反对了 我的了解 马英九在最后是美国人也反对了 非常反对 那就是说你去 这地方已经很复杂了 然后大家都说是他的 那你又去 增加这个地方的纷扰了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看一下 距离现任还剩下62天 总统周一一早关心ESG永续议题 最后我要感谢各位 这八年来和政府共同面对挑战 也适时的提出建言 透过公司协力 攜手长下 2050金银碳排的目标 大步的迈进 只是总统仍在台北 而平原媒体报道 还需苗栗见上周五下午 从沟雄港出发 星期天下午抵达太平岛 带着部分人员和厂商 出席太平岛 梗测郡身和码头整修工程 完工启动仪式 还传出在太平岛三色海里雪域 碰上中共054A型 飞弹护卫舰徐州舰一度跟肩 不过据悉 这次苗栗见出海 是执行定期的避海专案 为例行的巡护勤务 我们真的很希望 这个蔡英文转动卸任前 到太平岛去 最早比照马英九总统 卸任之前 去一趟要太平岛 蓝白六关骑程 绿营则小心看待 至于太平岛港四郡身 及码头整修工程 都有启动仪式 据了解近期会启用 但仪式不是十八号进行 小心处理 是要避免碰触南海的敏感神经 这两天也没有空军的 C13栋赴太平岛 总统任内会去太平岛吗 总统恩科主席谈的 什么有谈到 总统离开为回应 至于总统卸任前 会否登到 总统维持过去基调 总统的公开行程 若有排定 都会寻力发布行程通知 而明天对岸 持续文攻武和 外媒半导电视台报道 访问到了 在大陆厦门的民众 更关心国内议题 指出敌对行动 并不是让两岸 走在一起的风势 希望统一能够和平的发生 如果这种情况不可能 宁愿保持现状 只是现在的中共领导高层 会否愿意思考之可能性 恐怕两岸剑拔弩装之际 越发艰难 黄鲜 基于太平岛在南太平洋 应该在南海的 这个位置点来看的话 它是以天然的岛屿当中 它是唯一一个 到目前为止 光是供水还有助人 它都可以没有问题的 所以合理来讲 它其实确实就是一个岛 但是国际法庭上面 其实有牵涉到很多 国际强权 说它是一个礁 但事实上你知道光是有人 可以居住 而且可以有水源这件事情 这两个条件 它就已经充分具备了 那么这件事情 我觉得关键在于 蔡英文到底要听美国人的脸色 听到什么样子的程度 你知道2016年的时候 819在卸任之前 事实上她是想要在 总统大选之前 就要去太平岛的 但是美国其实是强烈的反对 美国不但强烈反对 而且当时美国不断的运作马英九 希望马英九能够放弃十一断线 也就是放弃从中华民国 在中国大陆以及台湾 共同统治的期间 当时所拥有的主权 那时候所宣誓的主权 他要求说马英九任内的时候 希望他能够放弃 表明说我们不具备任何的主权 当然这件事情 马英九是拒绝到底 你知道说在马英九任内 那8年2008到2016年这8年期间 其实美国人对于马英九 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满意的一个很大的理由是 当时美国的政策是中美和缓 希望能够中美和 而马英九确实做到了 两岸和而中美和 所以当时美国是很满意的 可是当时美国其实已经在南海 希望能够把中国大陆的势力给撤出 所以就希望台湾放弃太平岛的主权 那么当时经过几番的折冲之后 马英九完全不听美国人的话 然后决定去太平岛 你知道吗 其实美国做了一件 我认为其实是有失国际外交风范的事情 他由AIT的发言人 位阶很低 一个游姓发言人 然后当然这是一个 他自己取的一个中文名字 一位女性的发言人 他说马英九要到太平岛 是令人感到失望而且无注意 他直接用失望而且无注意 这几个字来表达对于 马英九去太平岛的不满 可是马英九不管 马英九认为这是宣誓主权 一个重要的工作 作为中华民国总统 就应该要做这件事情 好 那这八年的期间 我们知道说 蔡英文配合美国是高度配合的 裴洛西要来 那你不管怎么样 你都让他来了 然后拜登说你不可以再见美国的 不可以再邀这个美国的 众议院的议长来台湾 他就说 好 那我就不邀麦肯锡 我就跑到美国去见麦肯锡 就是凡事都听美国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观察点 就是你要 如果你听美国人的话 然后不去太平岛的话 你会让后任的每一任总统 压力都会变得更大 所以你前面的两任总统 他已经不顾美国压力 然后到了太平岛了 如果说你今天创下了一个先例 不去太平岛的话 你可以想象后面的每一任总统 都会承受美国极大的压力 这个一定是 我们要特别强调 所谓热爱台湾 热爱这块土地 热爱2300人的民进党 此时此刻我们真的觉得 在蔡英文总统即将卸任 要做历史定位的时刻 想一想2008年1月21号 陈水扁总统在卸任前 都到达太平岛去宣誓我们的主权 而蔡总统这个时候真的不要迟疑 该去的就要去 国内国际本来就有很多的压力 但是属于中华民国的权益 你要不要去确保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还包括这不是说你去 只是宣誓说这是我们的领土 再还包括整个联合国的 这个国际海洋法的部分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 专属的一个经济区 你要去那里 那里面有多少石油的含量 甚至可能超过一兆美金 还有包括那里的渔泉 这个都应该要去的 而且那个地方正好是 整个贸易的航路从那里过 不只在战略上 在经济上 都是一个重要 最重要的一个爱口 尤其在美中 现在整个经济角力的大战的此时时刻 现在整个南海在造岛 中国大陆在那里造岛 就是要保护它的游路 一直到南海 然后印度洋 阿拉伯海 红海 地中海 一直到英国 整个游路 它要确保它的珍珠链是很完整的 所以在那里不惜 跟越南起冲突 跟菲律宾起冲突 都要建立好它在那里的一个制空圈 还有制海圈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岛 而且这个是 我要特别强调这个是岛 这不是礁 第一个它有天然的水源 这个就是一个岛 它必要的一个条件 而且又有人居住在那里 所以它就是一个岛 岛的话就有它的经济所属的 专属的这个领域 所以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强调 如果蔡总统如果在此时此刻 如果不去的话 这真的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施隔的事情 丁佛 其实我想每一个总统 都会想去登岛 我想这个是庸置疑的 而且其实我当时候在 国防外交委员会的时候 我们也亲自到太平岛 其实那是一个很重要 而且我们可以慰绕我们的国君 然后甚至是看一下 我们所有的一个设备 而且当时候整个的 所谓跑道等等 我觉得今天 当然我们都期待了 这个希望是蔡英文总统 可以去登岛 但是最后到底能不能登岛 或是说有没有在他520之前完成 我觉得当然我们都尊重他 但是我们也是建议说 其实也应该要登岛 这个部分其实或许 美国不会开心 或是中国不会开心 那都另外一回事 我觉得是我们怎么做 台湾人民可以保障到 我们自己的立场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自己 国家的援手 能够站在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摊头堡一个重点 这样的一个样态 我觉得才是我们自己 想要去表达的一个方向 用品 民进党其实对于主权的问题 刚才我们副总招在这边 苦口婆心的劝 他只对于口头宣誓有兴趣 对于实质作为 可以说不屑一顾 你看蔡英文很明显的 八年的时间这么长 他有这么多的时间 有多次可以有机会去登太平岛 他为什么不肯去呢 对不对 陈水扁那个时候 其实国际处境 比蔡英文这个时候坏多了 陈水扁到后来美国 那个时候是不想要 跟中国大陆翻脸的 所以对陈水扁不假词色 那小布希还把他骂得多难听 可是陈水扁还是去了 可是现在蔡英文 有美国强烈的一个支持 可是他为什么不去呢 因为很简单 我觉得简单的答案就是 民进党被台独派掌控 那真正台独派的心情是什么 他们不要说太平岛了 他们连金门马祖都不想要 对不对 民进党的台独派 现在是很勉强 勉为其难的 勉强说好吧 我既然没有办法改国号 我就勉勉强强的 接受你中华民国这顶帽子好了 戴了这个帽子 可是他戴了这顶 中华民国的帽子 并不表示说 这个帽子有一个流苏 有一个花边 有金门马祖 有太平岛 他想要 他不要 这个是民进党的台独论述里面 他不要的地方 因为太平岛 是承接中华民国历史而来的一个主权 民进党会认为说 我现在跑到那里 还要引发跟对岸的冲突 然后我们的武力也不够 然后大家又在那边弄得紧张 而且美国又不高兴 我何必 现在他连金门 等一下我们下一段还要再讨论 大陆的海警船 已经完全来秀肌肉 已经全部都让你拍到 让你看到 民进党除了口头声称 主权要维护以外 他有哪一件作为有维护主权 金门马祖都不在他的眼里了 何况太平岛 其实我多年前就建议 新人常常很喜欢找一些岛 去度蜜月 当然这地方也不能度蜜月 但是去那边拍个照 半日游 钓个鱼什么 我觉得也不错 这也至少表示说 这是我们的 我们人都不能去吗 你看风景多美 旁边海洋都很漂亮 其实我觉得 其实原本是有要发展观光用途 其实因为美国的长期的反对 使得他的所有的发展 都变成要考虑非常多的国际营 跟老妹讲 哈尼姆没有听懂 休息还得回来 好 俄罗斯总统普丁 当选了俄罗斯总统 他休憲了 所以一任六年 他现在当总统以后 还可以再选一次 所以他可以干到2036年 当然很难跟他选 他的政敌要不然就被关在监狱里 要不然就被人谋杀了 要不然就出意外了 所以他当选了 不过他讲说台湾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突然当选以后讲这样的话 另外他警告西方说 法国说他们不还派部队来 他说法国如果派部队来 我就要用核武 所以距离第三次世界大战 只有一步之遥了 因为只要核子弹用下去 可能就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以你们不要以为还要很远 他认为说就一步之遥 刚刚特别永平提到的 老共的舰现在常常来台湾 所以我们的海军年度操演 也扩大 还举办舰队抗的演习 去年开始 中国的海警船 也是打前锋 常常来骚扰我们 今年的频率大增 现在不过三个月 两个半月 来的次数非常多 而且他们已经在金门附近巡查 而且还广播 对我们的海巡舰艇广播 你通报 你哪里来的 你要去哪里 好像就是我们跑到他的范围里面 你从哪里出发的 你要到什么目的 来这里干什么 而且他们还释出一步短片 就告诉你 这是我的了 他最近的地方离金门 只有3.2海里跟3海里 这个表示什么 大家知道一海里是多少公尺吗 一海里是1.85 1852公尺 一海里 一公里是1000公尺 对不对 一公里是16000 一英里是16000公尺 一英里是1600公尺 一海里是1852公尺 换句话说三海里 大概5000 就是6000不到 那我们的金门那个地方的 限制海域 限制海域是8000到1万 禁止是8000 它根本已经跑到你的禁止线里面了 那现在怎么办 现在撤出来就这么近了 那官员说要小心 他现在只是海 金门海当然会把它空域 把我们的主权都架空了 不只是海 连空中都架空你 美国说这是北京施压 对台湾施压想要改变现状 所以他的海警船 连闯金门的水域 那问题是你美国能做什么呢 那台湾又能做什么呢 所以路透社说这样的 借链两天闯金门的水域 局势会更加复杂 事实上当他的代表 跟我们谈判了15次 为了那个渔船翻覆 没有结论的时候他放话 说后果你自己负责 就已经种下今天的因了 不过你救我的人 我救你的人 我们不是前两天才 跟他们一起去 救大陆的渔船沉没吗 我们 我就不懂 表示真的是很近 我们在金门钓鱼 钓 海钓 冲到大陆去了 大概是不是滑礁还怎么样 那边把我们的两个人救起来了 然后交还给我们 这是你们的人 你们来这边海钓 海钓跑我们这边来了 所以现在将来的执法红线到底怎么样 到底跑到那边去 或是两边海巡跟海警对峙的时候 到底要怎么办 这都很麻烦 我们看一下 国防部最新报告书也指出 中共对我灰色地带威胁俱增 我海军训练当然也不能停歇 三 四 两 一 三 三 八 四 本周开始海军舰队指挥部 辖下六舰队一潜舰战队 将会是最后的验证阶段 会实施舰队抗 实弹射击 S 拐动C直升机也会进行 制空加油演练 并依照共军可能的军事行动 设计空中 海上及外离岛各种 想定状况 虽说这演习年年有 但今年加强还扩大 也是因为对岸对我威胁增大 台海周遭 共舰常驻 而最近不只共舰在台海周遭绕 海警船也早已进入我外离岛 限制水域步步进逼 海巡视书最新画面 一早在金马两地 持续搜救大陆籍落海船员 就连受到农务影响 能见度不到200公尺 一样不放弃搜救 只是一边忙救人 一边还得防海警入侵 金防部也释出国旗照片 说人道救援优先考量 协助落海渔民 本以为两岸合作救人 能缓解一些冲突关系 但对岸仍然一手要求救人 一手继续扰人 其实最近谈到都是一些主权问题 如果先谈太平岛的话 我们是讲跟蔡总统说 这个迟到怎么也不到好 这个主权 这个太平岛的主权 其实从1952年 当初天进台北合约 中日合约之后 当初一开始 日本战败之后 要给中华民国 只有台湾跟澎湖 这个南沙跟西沙 是后来又把它放进去 所以我们对太平岛的主权 是来自于那件事情 来自什么中日合约 来自台北合约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在联合国 登记有案的合约 如果今天蔡英文要认为 自己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要去强调中华民国的主权 他去太平岛 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表示说我其实是延续 中华民国政府到现在 从以前到现在的这个主权 当初已经签订这个合约 所以我有太平岛的这个主权 所以他去登岛 对于整个国家 对中华民国的主权 才有正面的帮助 如果你连这个连合约 都已经签订的这个岛里都不去 你现在谈到像这个 惊吓水域 金门的问题 那就很难去面对 国际社会的压力 因为其实我们觉得 现在最难的是说 民党常常在台湾内部 自己说我们有这个主权 但是面对国际社会 面对国际社会说 你们是一个中国政策的时候 我们反而没有这个利润的基础 我觉得像太平岛这个事件 它就是一个突破口 既然有这个机会 你应该去强调中华民国的主权 中华民国的主权 不只是台澎而已 还有包括金马跟南沙 西沙群岛这个主权 一并的讨论之后 国际社会上 他才有办法声援你 才有办法看到 不然像普京这样突然讲说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你要用什么样的利润基础 去反制这件事情 我觉得要反制 就要从二战后的那个合约 开始去谈说 中华民国的主权 从那个时候也去到现在 基本的问题也是一样 除了军事上从此之外 我想政府的角色 对民间应该要紧一点 对民间应该松一点 所以我只无法理解说 为什么海巡署在第一个时期 管病人在第一个阶段 要对落海的这件事情 有这么强硬的态度 如果今天是两岸已经开战 或两岸的军方海警在对峙 那当然政府立场要强硬一点 但是如果是对于民间 对于这种渔民 或对于这种走势的问题 我觉得就停留在执法层次 不应该直接上升到这种 好像要主权要发生争端的状况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其实中共那边 可能也想要利用这件事情 来升高这个冲突 我们应该对于民间松一点 但对于该表示的主权 还是应该要强硬一点 像这种模糊的地带 该强调主权的地方 我认为政府还是要去强调 我们的主权的存在的必要性 六成 我觉得我当时 去跟东京自民党来做对接的时候 跟前首相麻生太郎 他坐在闭门会议 问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 台湾的总统到底 对于国防捍卫的决心跟态度是什么 所以就要回过头来讲 为什么蔡英文我们也都赞成 你看其实朝野不分党派 大家都希望可以在卸任前 比照过往的马银九跟陈水扁 都应该要登岛 去做一些宣誓跟态度上的表达 因为这不是对于你执政党个人而言 这也是对于你所有的国际盟友 也要有一个态度上面的宣誓跟展示 可是我觉得 我也觉得蔡英文 他可能有相对为难的地方 第一 因为当时的马匾上去的时候 都有做相对的论述 但蔡英文我觉得只剩两个月 现在上去做这个论述 大家可能会怀疑 那你过去八年在干嘛 第二 现在的论述 赖清德愿不愿意买单 可能是他政治上面 比较自己党内需要去示意的部分 再讲回来 现在这个灰色的地带开始 大家开始包括美国陆特 都已经觉得说 台湾是不是被海警船不断的侵略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表 我们不要看别人怎么说 也不要看自己官方怎么讲 这个是Marine Traffic 它是一个国际的全球 船破及时动态的追踪网站 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大陆 这就是大家所在意的 这个什么2022这艘海警船 从2月25号到3月的监测状态 基本上这个海警船 大家可以看 红色是我们的禁制 蓝色是限制 这个紫色是重叠部分 这个海警船一路这样子来 真的进入到我们的限制海域 大概就是这一段 跟过往的资料 全部来做对比的话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老共的态度 原则上是对内宣誓意义多 但是实际上面的海警 虽然大家都在解释说 海警船是宣誓 某种程度比过往更高的格局 来看待这一次惊吓海域的事件 不过可以看得出来 老共至少在实际的作为上面 还是有所保守的行动 而且加上其实人道救援的部分 你也可以看得出来说 其实两边的官方都刻意的 有在这个时候降温 而且共同的针对人道救援 来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我还是认为 蔡英文总统 你现在应该回过头来看 看守内阁 不要每天只想要把 这些东西外销化 别人已经做得很保守 但是你自己的国防部长 跟国安局局长 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 在立法院里面 完全态度不一样 他在问国防部长说这件事情 你怎么会怎么样 他说他睡得着觉 但是问了我们的国安局局长 他说不可以 这不能当作儿戏 这就是看守内阁 现在应该要注意的状况 也是赖清德 未来军事布局 应该要留意的情形 这两岸之间 特别在今夏那边 多救人少抓人 就要再回来 这一天就会过来 这一天就会不会赖来 这一天就会说吧 这一天就会不会赖来